好 那么继续回来 这个现在我们学了比融知识以后 就应该可以知道这个 海水跟沙子在同一时刻温度 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这个沙子比融是多少 沙石是0.29 沙石是0.29 水呢 4.2 4.2是0.29的20多倍 近20倍是不是 将近20倍 那就是说 用这个公式 Q等于CM DXT是不是 这个水和沙子质量都很多 这个咱们不用考虑是不是 就是你们俩现在是同一片阳光照的 这吸入的热量是不是一样的 对 但是沙子比融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小 所以这温度就非常的什么 变化的非常大 变化的非常大是不是 对 对吧 非常大 那 这讲完了是不是 因为海水跟沙子兽光照的时间温泉一样 所以他们吸入的热量是相同的 是不是 但是海水比 海水比热比沙子比热怎么样 水到大是不是 所以海水升温比沙子要慢 没有日照的时候海水降温也比沙子要慢 大容量的 心胸宽阔的人 是不是 我们浙江的同学 其实我真的非常同情咱们的同学 不过这个也可以明白 我们浙江人民是聪明的一个人民 是不是 所以物理它那个浙江领导人 它怎么在这怎么折腾 我们浙江人肯定能听懂 是不是 自古天才出自江浙地区 是不是 不老是江苏的 江浙出天才 是不是 我相信你能听懂 实际上咱们这里面 可能部分同学 不知道这热量的单位是什么 热量的单位是胶 胶是个物理学家 这句话你肯定听过吧 枣栓皮尔五分沙 围着活炉吃西瓜 这都是发生在我们国家西部地区 沙漠的地方 对吧 我们浙江同学肯定没感觉了 因为我们浙江在哪 海边是不是 对吧 所以浙江地区气温 一年气温温差是不会很大的 尤其在一天之内的气温温差也不会很大 不可能是中午40度 晚上零下20度 不可能吗 那你是一年的情况差不多 是不是 一年你也没到冬天零下20度过来 是不是 对 但是在跟你们 跟我们浙江 里的对角线 那个新疆的地方 它的地方不是水多 是什么多 沙子 沙子多 沙子多 白天太阳光一照温度怎么样 身高的特别特别 身高特别快 所以白天中午会特别的怎么样 热 热的话中午就得怎么样 穿沙 然后吃什么 西瓜 咸鼠吗 是不是 到了晚上了太阳不照了吧 对 太阳不照沙子会怎么样 沙子会降温 降温对吧 降的特别的什么 快 特别快是不是 对 那你沙子温度低的时候 整个空气环境温度就低了 对 所以晚上特别的什么 冷 冷是不是 穿什么 棉 皮药 然后怎么样 对于烤火炉 烤火炉是不是 原因就是什么 沙子的比热 沙子的 沙漠气候的生动描述 太阳光照射到沙漠时 沙子的比热容较小 沙子的比热容较小 沙子吸收热量以后 其温度会迅速升高 到了傍晚 沙子要放出热量 与沙子的比热较小 沙子的温度会马上下降 温度很低 所以沙漠气温差变化很大 是不是 嗯 好了 一滴水和一盆水 谁的比热比较大 这要从比热的定义来吧 嗯 对吧 比热是怎么定义的 嗯 一千克的物质 升高或降低 一摄氏度 它吸收或放出的 热量 热量 对 甭管你是一滴水 还是一盆水 还是整个一大海的水 是不是 嗯 我要让知道你水的比热 必须取多少过来 一千克 对 必须质量取一千克 然后温度升高一摄氏度 看看你吸收的热量是多少 焦 焦是热量的单位 啊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它们俩肯定是一样的 是不是 对 你一定是不够 质量不够一千克 我也得把你化成 换算成质量是一千克的 是不是 对 一样的 因为水的比热 是物质的特性之一 不随质量的改变 啊 改变 啊 不随质量的改变 啊 改变 特性之一 是不是 跟质量没有关系 跟吸收的热量也没有关系 跟温度也没有关系 就跟什么有关系 跟物质 物质种类 是不是啊 水跟沙子就不一样 是不是 嗯 好了 第四题 下列物质的比热容 发生改变的事 倒掉了 水倒掉了 半边 是不是还是水啊 对 对吧 嗯 水凝固成冰 哎 这种类变了吧 刚才多少人 那表你查 水是4.2 冰是2.1 是不是啊 哦 对 对吧 对 所以呢 选用B呗 所以呢 零食度的水 变成40度的 水 这个温度变化了 不会影响它 对吧 对 不会 铁块搓成铁球 妈呀 铁球都是靠搓出来的 这什么人能用这水平啊 把棱角给搓了 那也搓成铁球了 是吧 但这个肯定它还是铁白 是不是啊 对 形状改变 不会改变比热绒的 对吧 嗯 我认为铁球都应该是铁烧成铁水 然后再凝固成的 是不是啊 对吧 那就是咱们物理 物理面学的物态变化 先融化怎么样 后凝固 是不是啊 咱们用学到 学物态变化的 应该知道 物态变化 杜老师做了 大量的实验 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好 沿海地区 比如说浙江 是不是啊 江苏啊 江浙 出天才的地方 我国东南部 白天和晚上气温变化 大 还是不大 你想到江浙一带 靠海 靠海大量的什么 水 水是一个心胸比较宽阔的 容量比较大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对 吸收很多热量 温度升高的怎么样 不多 降低很多热量 温度下降的 也不多 那就升高的不多 降低的不多 就相当于温差 怎么样 不大 温差不大 是不是 气温变化不大 沙子呢 是个心胸比较狭隘的 小气候 是不是 稍微吸收的热量 火猫三丈 是不是 稍微怎么样 降电底的热量 然后情绪低落的 要自杀 是不是 对吧 那就是温差变化 是怎么样 比较大 大 是不是 对 好 我给它变化的大 这个问题 水的比热容较大 这话说得太对了 是不是 夏略说法不是利用这一特性的水 在炎热的夏天室内地上洒水 感到凉爽 用水 用水做内润的冷气 你觉得选哪一个 我觉得选 夏天你洒水的话 房间会两块 是吧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利用比较容大的特性 因为你洒水去降温的话 水一会儿就没了 对啊 是不是啊 对啊 那水要是没了的话 这咱们物理上面 它是一种物态变化 你知道吧 水变成了什么 水蒸气 是不是 变成气了 这个你可以去看 讲看杜老师 那个气化跟液化这一讲 气化和液化这一讲 水蒸发需要什么 吸热 吸热就把热量给带走了 吸热把热量带走 下面的BCD都是 你看B 这个下面还有一个题目 咱们大概再谢谢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机器运转时间长了 就要发什么 发热是不是 这发着热力要不散出去的话 如果那机器的零部件 长时间在高温的环境下 工作的话 会延迟它的使用 会减弱它的使用寿命 是不是 所以在运转过程中 产量大量的热 我们需要把它给吸收掉 你肯定不能用沙子去吸收 因为沙子容纳热量的本领 比较小 是不是 但一会它热的 比你机器还热 是不是 所以我们需要用谁 用水 谁能肯定把你好的 热量的吸收走了以后 它温度升高的不是很多 那就可以继续再吸收 它容纳热量是很多的 对吧 所以这B是对的 所以呢 修了人工虎 除了没法含 挑战周围的气温 这跟刚才讲的江浙地区 温差变化不大一样 是不是 对 B呢 这个江浙地区是感受不到的 在北方 北方气温比较冷 是不是 冬天都有什么 暖气 暖气是不是 那我们之间的同学 你就感觉一下 这个暖气是这样 暖气呢 是 比如说在一个地方 有个锅炉房 它烧热水 这里面是热水 然后热水呢 通过一个 一个一个 甭买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气泵嘛 把这个水送到千家万户 这个是 千家万户 每家都有一个暖气管的 暖气管到这地方 再装一个什么 暖气片 暖气片是不是啊 这暖气片里面 流的都是热水 都是热水 但是热水是从 在这锅炉房烧热的 是不是啊 它到这家以后 这个热水 是不是向外散热呀 对 把这家房间里面的温度 给升高了 是不是啊 然后它流到怎么样 再流到下一家 是不是啊 对吧 是不是啊 再流到下一家 如果你水 容来热量的本领 要是不强的话 到第一家散出点热量以后 把第一家给加热了 是不是啊 然后你温度 夹地降下去了 到第二家还有用吗 没啥用了 就没啥用了 是不是啊 所以肯定 是利用水的比容 非常什么 大 我到你这家 水散一点 是不是啊 不不不 水散一点 热量散一点 到你家 把你家温度给升高起来了 空气温度加起来 是不是啊 但是我水的温度 降低的不是很多 我还可以到第二家 为第二家服务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利用了什么 水的比热量比较大 水的比热量比较大 它放出你热量以后 温度降的不是很多 所以可以继续用 现在这期综合来说 选哪一个 选 有点综合 因为这期多老选的 这个中考题 对我们浙江同学来说 有点高 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 有的同学先学了 物质变化 这A就能明白了 是不是 北方没先学 那就不明白 好 在北方的农村 北方农村比较冷啊 跟我们浙江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农民常在菜窖里面 出层几桶水 什么菜窖子呢 就是北方的农村 农村首先没有冰箱 对吧 这样你要理解 农村是没有冰箱的 然后呢 可是农民北 北方的农村冬天也得吃树菜 是不是 树菜是什么呢 种的大白菜 是夏天是种的 然后呢 收到冬天 你要放到室外就冻坏了 怎么办呢 弄个菜窖 这个农村肯定没那么好的条件 菜窖里面冲个空调 这不现实 是不是 怎么办呢 弄火在里面烧 这也不合适 对吧 别损在里面 那怎么办呢 农民是聪明的 所有的智慧都来自实践 然后在菜窖里面放几桶水 防止蔬菜冻坏了 因为水的比率较大 学哪一个呢 别的较大 这肯定了 是不是 对 这前面四几块都变成了 车间没有 对吧 就看后面了 气温升高时 放置热量较多 使储存的蔬菜不容易冻坏 气温降低时 放置热量较多 这个A是错的 是不是 对呀 升高里面吸热 是不是 所以这肯定哪一个 应该是 这也是错的 是不是 对吧 对 气温将近是放置热量 是不是 对 飞行把S给排除了 是不是 你想你 你这是防止冬天来临 是不是 对 冬天来临气温 北方的气温肯定要干嘛 下降 下降呢 是不是 下降的话 水就要用外怎么样 散热 散热是不是 对 那CMX水 水即使降低的温度很少 但是放置热量就特地什么 多 多是不是 因为水是个 新兴宽渴 容纳热量比较大的一个容器 是不是 它放出一点热量以后 降低一点 温度也放出 热量是很多 对吧 对 那就是利用哪一个 是不是 它把热量放哪去了 放欸 蔬菜 菜窖里面了是不是 菜窖里面水放出好多热量的话 至少菜窖里面的温度 那肯定也很冷 但肯定比菜窖外面要强多了 对吧 比较阿炎 肯定跟咱们浙江的冬天是不能比的 浙江的冬天的话 应该是 结冰的现象都 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多少是江苏北部的 离浙江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没有发言权就不说了 好 第八题 据有关专家预测 我国目前最大的水碟 三峡水碟完全建成后 三峡库区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是什么受影响 气温 它为什么会受影响 夏天温度下降了 冬天温度升高了 那说明冬暖夏凉 三峡人民赚了 冬天不怎么冷 夏天怎么样 都心亏谁 水 都亏了水 那你想 三峡在建好以后 三峡大坝建好 大坝的建的目的就是把水给怎么样 储存进来 拦起来 是不是 那就三峡库区水变多了 是不是 水变多的话 夏天它可以调节气温 冬天也可以调节气温 是不是 太好了 这是因为库区率的水比日容 比沙蛇干凌土比日容大 夏天不容易升温 冬天也不容易降温 所以温度变化就小 小到四度 温差小到四度 其实三峡是上帝赐给咱们中国的一个礼物 三峡它这个东西是一个 但肯定不是为了调节气温 参见三峡大坝的 你信不信 三峡大坝的主要两个作用 第一 航用能力提高了 是不是 对吧 因为把水拦起来的水数就变深了 水变深的话 它那个时候就变宽了 是不是 这个船的装载量就会可以变多 你想以前水很浅的话 船一走脱底了 肯定不行 是不是 对 航用能力提高了 还有主要是一个主要作用是发电能力在提高 发电能力提高 我们将来会讲那个 讲那个东西 哪个东西呢 能量转化 水在高处的时候很高的极限能 它下来以后 冲动发电机旋转起来 会产生电能 但是三峡大坝 它也给咱们国家带来一个隐患 你知道吧 它好处多多 隐患就是如果万一发生战争 小日本人或者梅鲁卫子 它可能会对三峡大坝进行下斗 下手 但是想想如果三峡大坝被它炸开来的话 有什么情况发生 它的下游就会发生洪灾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